8月2日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 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此举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渲染大波 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升级 追溯历史 台海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一中一台了 这一点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 60多年前 一场炮战在台湾海峡骤然打响 我喊了两个字 开炮 像那个柱子端的鲜儿一样 那一起来落下去了 一次炮击作战 如何成为万众瞩目的政治博弈和外交斗争 这个两岸之间 虽然政治上有很多分歧 甚至严重的对峙 但是在一个中国政治上 还是有默契 还是有共识的 金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 又如何牵动大国的神经 金门的鸡和台湾都是爆发集 就讲话 就教民都讲 就是说残了 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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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说别扭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这也是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 史无前例的一战 文武之套是一张一池的 所以823这个炮击 也确实打了一个粗其不易 回顾历史昭示未来 直击60多年前 那场举世震惊的炮战内幕 这是一座除了厦门和金门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都看不到的奇特建筑 它高12米 宽8米 厚6米 共有30个喇叭 声音远达10多公里 这个高大建筑物的出现 与中共炮击金门 力不可分 上个世纪50年代初 中共就在福建前线 成立了广播战 开始对金门进行广播和喊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 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 当时广播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非常艰苦 据说前线广播组里 仅有一架丹麦造的钢丝录音机 舍不得用 按照要求 广播员要用闽南话进行广播 也没有什么学习培训 有一次 广播员把不污乳俘虏能格 练成了不回乳 闹出了不少笑话 基本上是稿子发下来 广播员就对着麦克风直播 一喊一挽煞 在国共炮战中 双方的广播战 是各自炮击的重要目标 当年交与广播组组长 吴世泽 冒着炮火 背着大喇叭 与金门守军的炮兵 打游击 兜圈子 捉迷藏 挤得金门守军 专门调来两门火炮 对付这个行踪不定的广播战 我们一开播了 这个地人就慌了 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了 他没有料到我们会来接手 他当时那个士兵都跑到前沿来 我们当时用望远镜看 因为这个角域跟大街民 这历2000公尺 普通望远镜都看得很清楚 看到那个士兵 闪闪扬扬地跑到前沿来听 很注意地来听我的广播 听了差不多10分钟 当管理从后面就来了 就跟他赶回去 虽然声音听不到 他这个动作都看得很清楚 回去回去 怎么不回去 你还在这干嘛 就看得那个动作什么 都看得很清楚 就把他赶回去了 赶回去以后 还是有人偷偷地跑来听 后来他们当时就很慌 慌了怎么办 就敲锣打鼓 叫敲锣打鼓 干扰我们的广播 除了极具古东煽情的广播之外 国共两军再熟悉不过的 就是这首曲子了 轰鸣的炮声伴随着激昂的乐曲 和对对岸亲人的呼唤 这种别出心裁的攻势 让金门守军的内心 别有一番滋味 他叫陈飞飞 是当年金夏海域知名度极高的 战地波音明星 多年以后 一位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回忆说 在金门纪念 陈飞飞小姐的谈话 给了我很多安慰 无见前线广播电台 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们 金门同胞们 在我们的这个攻心 这个政策的感召下 当时确实也很多 就是50年代的 就是823炮战这个期间 前后确实有很多 大概算起来有50几个吧 就是从这个大金门 小金门 和这个大弹 这个方向 有的是 有的是这个球水过来的 有的是抱着篮球 有的是拿着救生圈 还有呢 有的是像脚宇 就是大金门呢 有一个呢 当时呢 他是顺了我们广播的 这个声音 这个方向 游过来的 他因为他这个方向 掌握不好啊 他就顺了我们这个广播的 这个方向 这个球水过来 向我们投诚啊 所以这个 从当时来讲呢 就是这个可以看出 我们的这个广播 还是很有效果的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 解放军的广播站 还把一部分广播稿 由印成传单 交给部队的侦察员 他们在夜里 划着小船 悄悄靠近警门 把一卷卷宣传品 挂在对方的铁丝网 和轨条柴上 等侦察员们一回来 广播站 就立即向对岸广播 据后来台湾老兵回忆说 共军的心理战搞得厉害 经常派水鬼 把宣传品送到金门 然后共军广播 再告诉放置地点 心理上 让人感到共军 真是无孔不入 无所不能 金门守军官兵 在私底下 传看这些宣传品的事情 时有发生 让人真是防不胜防 解放军的攻心政策 赢得了部分国民党官兵的共鸣 不少人借助各种手段和方式 游向对岸回到故乡 中国人民解放军 福建全线广播电台 中国人民解放军 合广建签讯公报电台 台湾省同胞们 现在祖国向你们广播 198年9月4日凌晨 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 为12海里 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 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 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其中包括台湾 澎湖 金门 妈祖等岛屿及周边海域 都是中国的领土与领海 中国在领海线以内采取军事行动 完全是自己的内政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台湾方面对毛泽东的这一举措 反复揣摩没有表态 而大洋彼岸 埃森豪威尔却立即做出了反应 9月4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 美国只承认三海里范围 不承认关于十二海里领海的任何要求 1998年9月7日 城屋散去 台湾海军五艘登陆运输舰取冲 美国第七舰队的两艘重型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配置左右 行驶在台湾至金门的航线上 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提出严重警告 福建前线海陆空三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云顶沿上 叶飞将军一日数次地向北京报告情况 并请示处置办法 但北京的答复都是按兵不动 然而 当9月8日清晨 美奖舰艇编队再次驶进金门 廖罗湾靠岸卸载时 接到北京的指示后 叶飞立刻给割炮群下达炮击命令 顿时 大陆的炮声却突然响起 而且还是21700发的急速射 满载汽油弹药的美勒号登陆舰 重弹八发 当即燃起大火 舰体随之被炸成两节 很快就沉入大海 另一艘登陆舰美征号身负重伤 拖着滚滚淋烟 停停向护航的美舰护舰 但六艘担任护航的美国军舰 却突然调转方向 整齐地向廖罗湾以南的外海退去 根本不管挨打的国民党军舰 这个炮一打 这个怪得很 我们的炮一打 美国不仅没 不敢向我们开炮 不敢还击啊 美国的军舰就是向后炮 向后把江家兽的军舰丢在那里 然后问他 他就跑掉了 江社军舰当然很恼火 就包括台湾 台湾就问我们朋友在那里 他说什么朋友啊 跑掉了 中共的炮击金门 终于让美国人坐不住了 为了尽快摸清中共的意图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 愿意接受中国政府的提议 重开中美大使集会谈 9月15日 在波兰首都华沙的 维西尼维斯基公 中美大使集会谈正式复谈 1958年的夏秋之交 是蒋介石最为心力交瘁的日子 医生劝他注意休息 他烦躁地说 除非我的耳朵出毛病 听不到毛泽东的炮弹爆炸声 使他心烦意乱的 并不完全是那些共军飞来的炮弹 而是万里之外的划沙 在那里 华盛顿与北京在对话中 这么重大的事情 美国方面竟然不事先向他通报 这才是他寝室难安的真正原因 9月29日 蒋介石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 面对记者们的提问 他明确表示了对美国的不满 并宣布不赞成美共华沙会谈 台湾将加强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不排除派飞机轰炸大陆 而且不考虑美国的态度 9月30日 大洋彼岸的美国做出了反应 为了迫使蒋介石从金门妈祖撤军 杜勒斯表示 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 逼迫国民党军撤出金门妈祖等岛屿 使金下海域实现所谓永久停火 用台湾海峡作为分裂中国的界限 这蒋介石他都不干 他认为他这个中国还代表大陆和台鹏金马 他把他这个台鹏金马 特别是金门妈祖 他作为他代表大陆的唯一的象征 他把福建省的省会就设在金门 如果从金门妈祖一撤军 台湾就曾漂流在海外一个孤岛 那么这是蒋介石他不愿意的 就是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 双方是有所共识的 可以和蒋介石搞反美统一暂现 美国和蒋介石在金门妈祖问题上 矛盾的公开化 自然引起了北京的高度关注 杜勒斯讲话几个小时后 中文一稿就放倒了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对蒋介石不顾美国人的压力 坚守金门妈祖反对话辖制的立场 颇为欣赏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 毛泽东分析了台湾海峡现状 及国际形势后指出 我们同蒋介石之间还在打仗 但也存在共同点 那就是都反对搞两个中国 只夺取金门妈祖 而不同时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我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距离 将由不足十公里 扩大到一百多公里 对话接触将更为不便 而蒋介石失调 象征他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 反而便与美国制造 话下而至的局面 搞两个中国 把金门妈祖留给台湾当局 还是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双方仍有机会接触与对话 也使得蒋介石手中有了资本 对外去与美国讲讲价钱 对内去抵制台独势力 我们根据需要可以打打停停 但在对外宣传上 仍要大张旗鼓 坚持台湾问题 使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势力 不得干涉 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及各前沿广播站 一遍又一遍广播 告台湾同胞书 我们都是中国人 36机 何为上级 蒋介石终于对美国说出了不子 这个蒋介石呢 需要把美国拖下水 让美国帮助他返回大陆 在国共炮战中 双方的广播站 是各自炮击的重要目标 我们一开锅了 这个地人就慌了 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了 美国逼迫国民党军撤出金门马祖等岛屿 用台湾海峡作为分裂中国的界限 在蒋介石他都不干 他把特别是金门马祖作为代表大陆的唯一的象征 两天后的10月3日 此时的金门炮战已经持续了40天 毛泽东断出了自己的决心 不再犹豫 还是打而不登 风而不死 让国民党军队继续留在金门马祖 10月5日8时 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 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 10月6日7日2日 我军一炮不发 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 眼气息鼓观察两天再做道理 10月6日清晨 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及各前年广播站 一遍又一遍广播 以中共国防部长彭德怀源 算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报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见前线广播电台 中国人民解放军 福建签设公报电台 这尊专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部长平地怀的 《告台湾同报书》 我们都是中国人 三十六计 何为上级 台鹏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另一个国家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两个中国 蒋介石很快拿到了文稿 他反复看了几遍 只说了一句话 这不是彭德怀写的 中共那里只有毛泽东 才会这样做文章 中共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 标志着炮击金门作战 进入了新的阶段 即以政治斗争 外交斗争为主 打打停停将成为显重的标志 解放军宣布了停止炮击两周后 让美国十分得意 他的新闻发言人选称 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带来了台湾海峡的和平 为了试探解放军停止炮击 是不是美国所希望的永久性停火 1958年的10月19日 美国海军再次出动四艘军舰 为台湾的运输船队护航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 这是美方的一次故意越轨 于是他亲自起草了一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向全世界撥发 1958年10月20日16时 厦门前线的解放军 用422万火炮 打破了14天以来的沉落 又开始了新人的炮击行动 而此时 一架美国军用飞机 正载着国务卿杜勒斯 从华盛顿飞往台北 途中杜勒斯接到了毛泽东 突然恢复了对金门炮击的消息 伴着隆隆的炮声 杜勒斯抵达了台北 杜勒斯每次到台湾 蒋介石都要到机场轻盈恭送 但这一次 他却没有出现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 1958年10月21日下午的蒋渡会谈 双方谈话很不投机 杜勒斯措辞强硬 要求蒋介石只有从金门妈祖撤军 才承诺对台湾安全的保护 而蒋介石则一口回绝 反而要求美国增加对台军援 最后蒋介石料给杜勒斯一句话 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 蒋介石终于对美国说出了不字 第二天蒋介石对杜勒斯说 毛泽东正在炮击 我宣布撤军等于示弱 贵国也会大丢面子 面对毛泽东的炮火和蒋介石的一番话 于是杜勒斯不再坚持从金马撤军了 蒋介石是要把美国拖下水 让美国帮助他反过大陆 所以中国共产党方面 是希望通过军事压力 迫使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决 美国方面是不支持蒋介石反过大陆 要蒋介石撤出金门妈祖 台湾从大陆分离 当时美国外交委员会干脆就提出 就建了一个台湾共和国 让中共进入联合国拥有安理会的席位 那就是干脆来讲 不仅是两个中国了 是一中一台了 这一点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 所以说当时蒋介石也是反对台湾 变成一个台湾共和国 他还坚持中华民国的牌子 这一点方向还是对中共来讲是有利的 因为双方还可以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一个共识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 毛泽东说 今后可以逢单日打炮 双日不打炮 就是单日打也是小打小闹 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 从军事上看 这好像是在开玩笑 但我们是在打政治仗 而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毛泽东的单打 意在提醒台湾当局 国家尚未统一 两岸仍在武装对峙 内战还在延续 而双部打则是表明 金门的封锁已经取消 国民党可以固守金门 只要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便有了对话的基础 在此后的21年里 按照中共单打双不打的设计和安排 每逢单日 金门 厦门 都会向对方的荒谈无人之地开炮 少则几发 多则几十发 大家都约定俗成 都绝对不打对方的人员 装备和攻势 再往后把实弹换成了宣传弹 别出心裁的开炮 与其说是对抗 倒不如说是一种特别的对话方式 和沟通纽带 时过境迁 随着大陆对台湾政策的调整 厦门对高山上的前线广播站 奉命停止对金门广播 曾经在今夏海域堆滞期间 发挥重要作用的这座巨型喇叭堡 结束了几十年来的哄响 默默地注视着大海的对岸 大陆对金门的广播就这样伴着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最后一组节目 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在今夏海域那波广淋漓的海面上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死时 两岸人们的新一轮对话 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开始呢 接着为您播出 贵州茅台凤舞皇冲击播 今日看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